欢迎大世界来看到 土耳其总统大选28号进行第二轮投票 投票结果出炉 现任总统爱尔段得票过半 拿下52.14%的选票 击败在野候选人基里达鲁的47.86% 土耳其最高选委会宣布爱尔段当选 爱尔段成功的迈向第三个总统任期 只不过他在投完票布出投票所之后 从口袋中挑出钞票 发送给民众的举动 也让外界议论纷纷 土耳其总统府前骑海飘扬 手机灯海照亮夜空 现任总统爱尔段的支持者 挤爆现场 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 现在选择选择选择 所有选择和选择 一旁 我们的政治目标 我们的政治目标 这场选战是爱尔段政治生涯最艰苦的一仗 他在第二轮投票惊险胜出 延续不败神话 爱尔段在第二轮投票拿下约52%的选票 小赢对手基里达欧鲁约四个百分点 选票还没全部开出 爱尔段已迫不及待 在官邸外的竞选巴士上自行宣布胜选 土耳其最高选委会已宣布爱尔段当选 爱尔段展开他第三届总统的五年任期 美俄等国元首都祝贺爱尔段当选 爱尔段周日在伊斯坦堡的投票所投完票出来 从口袋中掏出一碟钞票 有好几个人拿到爱尔段发送的钱 这样的举动难免引发争议 但似乎无法改变爱尔段当选的事实 用歌声传达好心情 爱尔段掌控土耳其政坛长达20年 2014年土耳其首次总统直选 爱尔段顺利当选 尽管二月份的强政夺走超过五万条人命 土耳其经济也陷入危机 但都无法撼动这位政治强人 刘永伟编译 请不吝点赞订阅